HELLO 大家好,今次的影片想說一下Pokemon劍盾裡面的龍蟲哪一隻比較多人用呢,比較推介人用 就會講解一下,以及會推介一個配招給大家 好,我們由低看起,基本上有些我沒說到不代表他是差的 只不過比較少人用,暫時還沒開發 雙虎戰龍擁有一個非常高的攻擊力,基本上是暫時劍盾裡面,差不多最高攻 然後速度擁有97 好,屬性為龍蟲,龍蟲單屬 特性有三個特性,一作是斗真心,一個破格,一個緊張感 斗真心就是面對相同性別的對手就會加攻擊力 如果不同的話就會變弱,這個就有點差 那三個裡面誰最強呢?第一應該是破格 第一是破格,第二緊張感,第三是斗真心 斗真心這個就好看對方的性別,這個就真的要研究一下 破格是甚麼呢?破格其實真的不受對手的特性影響 當然破格也有分不同可以破的特性 有一些就未必可以的,這個就要看回不同的表 看回那個表,破格破了些甚麼 不過可以告訴大家,破格最主要是破些甚麼 破這個迷爾Q的畫皮 電鬼諾托姆的飄浮 然後就是企鵝的冰塊,冰頭 這三個特性都可以破到的 所以雙虎戰龍也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比起龍頭地鼠,因為龍頭地鼠也是破格 OK 再看看屬性雙刻方面 只有三個屬性都是屬於OK的 因為冰屬在今集就不算太多常見 所以都普普通通 龍系妖精就比較多人用 因為單是龍系 單屬龍系,所以他的弱點都不會跟 都不會太多,都是一個好事 OK 見到這個種族直衛147的攻擊 沒理由去玩特攻 所以就選擇用這個蜜弓 多數會怎樣配呢 多數應該會配龍武 如果單打的話,雙打就未必了 第二招可能用龍爪 如果不用龍武就可能放四招都是蜜弓 龍爪 好,接著地震 接著用近身拳擊、蠻力、毒擊 毒擊為何要裝呢? 就是因為用來打妖精 或是用來打妖精 最主要都是用來打妖精 如果有妖精就更好,用毒擊毒死他 還有其他的,有岩斌 岩石印這個 有沒有岩石印呢? 岩石印 好像沒有岩石印 這裡沒得學岩石印 不要緊,但也看到他有很多物理輸出的技能 有龍技、地面技 有格鬥技 還有毒擊 還有鋼技 也算是一隻挺強的 還有惡技 所以都是一個很多選擇的龍系 如果你想玩一個享受秒殺的快感 雙虎治療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不過唯一不好的就是速度上有個差距 速度97 很容易被人比你快 不過97速度可以比米爾 就算是米爾全速 我當然推介用全速的雙虎治療 再這樣配 這樣配的雙虎治療應該是最好的 然後6點可能分給血量 或者隨便吧 雖然6點可能會影響你的勝負 這裡自己選擇了 最後6點 我會建議這樣配 如果輸出重也是這樣配 好 下隻就是鋁鋼龍 鋁鋼龍 鋁鋼龍看種族值方面 之後特防比較差 其餘都是擁有接近80以上 80以上 血就70 看得出其實雷鋼龍的潛力很大 好 屬性為鋼龍 是一個不錯的屬性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這裡 特性方面 有輕金屬 重金屬 以及堅毅 兩個就是輕金屬 重金屬 就是關於重量的一些特性 第三個堅毅 能夠無視具有吸引對手招式的特性和招式影響 這個都蠻有用的 因為現在很多跟我來的精靈 很多吸引 即是引打 將對手的攻擊全部引到自己身上 那麼鋁鋼龍就會不受這個影響 例如跟我來 或者憤怒粉這些都會對鋁鋼龍無效 好 剛才提到鋼龍比較好的屬性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格鬥和地面屬性 是不錯的 因為格鬥的話其實不算太常見 今集格鬥重不算太常見 比較常見地面 即是說其實雷鋼龍暫時只有一種弱點 可以說是比較多人用的屬性弱點 格鬥我就真的比較少 少人用 OK 再看看組織值 特攻就是最高 所以如果說最大效益 也是最大路的 當然就是特攻的鋁鋼龍 而物攻的鋁鋼龍都可以的 你看到也不會太差 不過特攻就當然最好 OK 那有什麼技能呢 有這個加龍光炮 還有一個龍之波動 龍之波動 惡之波動 有十萬伏特 基本上的打擊面都很講 有日光速 草技 還有一些 可能還有什麼技 沒有那麼多了 但那個打擊面都很夠 有龍、有鋼、有鋼、有草、有雷 對 基本上都很好打 對 很好打 我建議這隻應該都會這樣 252 然後速度 我應該會這樣 或者不是你想加多一點血 就這樣 因為有時候鋁鋼龍這個速度 有點尷尬 85這個速度 你不極速的話又好像差一點 但極速的話 好像又 如果對方有100速以上 那又不夠快 我真的要自己衡量一下 女鋼龍要怎樣配 好 到下一隻 下一隻就會想起一隻魚龍 這隻魚龍一開始就 應該就沒有什麼人知道 不過隨著打得多 這個網上戰應該都會看到 這隻是常事上出現的 我們看看這隻有什麼特別 這隻的疏羽龍 你會看到它的種族值非常普通 非常普通 在現今這麼突出 其他精靈這麼突出 在種族值的情況下 它都是維持在90至100左右的平均水平 好 屬性方面就是水龍 水龍這個屬性是不錯的 我自己覺得 OK 特性方面有三個 三個特性方面我都覺得很厲害 一個是草水 一個是強壯之惡 一個是拔沙 對 三個都是屬於比較強勢的特性 可以說是 不特別講 最特別的就是講這招 強壯之惡 因為強壯之惡 咬類的招式威力會提高 好 稍後再講 為什麼會特意提起它 好 水龍他就只怕龍和妖精 可以說是比較好的地方 因為 如果你單是龍屬 就會多吃一招冰 如果你是水龍 就不用吃冰 只吃龍和妖精 非常漂亮的屬性 好 我們下去看 這隻多數都是會玩蜜弓獸 特攻比較少見 好 蜜弓一招所有是他唯一的優點 你看到 如果讓對手先出手的話 招式威力會乘2 我拿個計數機出來計算 首先如果你先手過對方 就是85乘2 招技已經是170攻 170攻 還要計算自己屬性下的技能 可以乘1.5 就255了 255之後 他還有一招強壯之惡的特性 所以又可以乘1.5 382.5 382.5 還有一個加能力的方法 就是 將天氣改惑落雨 落雨底下又再加成 對 一招技能已經可以打到573.75 對 573 是非常之瘋狂的 這個輸出 非常之厲害 我們這裡把他隨意 為什麼要隨意呢 因為打回一些 可能不是藥屬的 可能打回一些 可能打草系 但你看到打草系都打到286 接近300的威力輸出 所以這隻龍 厲害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算他打草系 他都會打到一個非常瘋狂的輸出 對 打到一個非常瘋狂的輸出 OK 好 其餘就沒有什麼特別 多數輸入龍只會用這招技能 好 特性 性格 以及努力值 方面就會這樣配 爽浪 爽浪 爽浪252 然後加固執 強壯之惡 就一定要有 這樣配基本上都會咬死一大堆 配這個講究維根 沒什麼特別的 而另外一隻雷龍也是這樣 那我就不特別說了 不過就沒有強壯之惡 是用活力的 用活力的 OK 三頭龍 好 三頭龍呢 你會看到他那個 這個總續值都差不多 維持在一百多 一百十或一百左右 速度就是九十八 這個比較差 因為現在都是很多重 已經是一百以上 所以九十八這個速度不算太好 好 那你可能會問他有沒有機會玩到蜜弓呢 那就要看看他自己那個 自己的技能可以學到什麼 OK 好 屬性方面就是惡龍系 惡龍就比較一般 當然也有好的地方 好 特性飄浮 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特別 他會怕什麼呢 怕格鬥 蟲系 兵系 龍系 四倍妖精 四倍妖精 可以說是三頭龍的其中一個大弱點 非常大的弱點 只要不然要撞一撞 這隻龍差不多都死了 差不多都死了 即是未計劍武那些 OK 好 這隻會有什麼技能呢 特攻技會比較多 所以會玩特攻向多一點 龍之波動 龍星群 還有噴射火焰 衝浪 大自燒 還有的可能是龍波惡波 這些是他的本屬技能 大地之力 加龍光炮 這些都是屬於他比較強勢的技能 你問可能玩不玩到蜜弓呢 我可以回答就比較少一點 因為蜜弓手的惡系其實都多 斑吉拉那些都屬於一個蜜弓手 沒理由要三頭龍龍做蜜弓手 不過兩者不同 而且他的技能上都不是特別強勢 老實說 譬如他可能配到一招惡系 打到80輸出 譬如咬 他有咬的 我記得 他有咬碎 龍爪 有沒有龍爪呢 好像沒有留意他有龍爪 對 沒有龍爪 所以他就不可以玩蜜弓 沒理由配咬碎 然後龍可能用了什麼龍技 這招 講迪破壞 講迪破壞可不可以呢 我都不太清楚 我就沒有怎樣玩過這個蜜弓 我多數都是會配特攻 特攻又怎樣配呢 當然就是252 還是膽小252 膽小252 最後那個隨便配都可以 你喜歡加血就只有加防 不過加血會比較常見 就看你自己需求想學什麼技能 三頭龍看完了 黏魅龍都多人用 黏魅龍是有人用 但不多人用 不過他的能力值是OK的 好 最後一隻了 多龍 多龍可以說是今代最強的精靈 可以說是 因為有一個擁有不錯的數值速度 142速度 差不多接近是最高速的龍 不過就輸給Mega進化 當然Mega進化未必算是普通精靈 但這一下已經是非常突出 OK 其餘方面 血、防禦、突防 都是比較70-80左右的平均值 攻擊和特攻方面 擁有120和100 可見他們兩者不會相差太遠 所以玩攻擊也可以 特攻也可以 不過當然也要看技能方面 有什麼可以配 屬性方面就是鬼龍 鬼龍也是比較... 我自己覺得鬼龍也是比較一般的 一般的 潔淨身區 潔淨之區 不會因為對手的招式或特性而被降低 最常見的特性就是威嚇 威嚇對多龍是無效的 穿透 可以穿透對手的屏障或看身 即是反射巡弄光場 詛咒之區 詛咒之區 有時會將對手的招式變為定身 30%如果他多龍給一招火牙咬 就有30%將火牙變成封印 封三個回合 三個特性都蠻強的 不過要我排我應該會排第一 潔淨之區 第二是穿透 第三是咀咒之區 不過都是很視乎看你自己的玩法是怎樣的 好,看看屬性的傷刻 屬性傷刻方面有兵、惡鬼、龍妖 都屬於比較多的弱點 不過好處就是不會吃普通龍格鬥 因為鬼是 但是因為鬼在裡面有太多迷衣 變相多龍的優勢又少了 多龍的優勢又降低了少少 我自己覺得不算降低太多 好 多龍剛才都說過 特攻攻擊都差不多 其實可以玩到雙刀 或者特攻或者物攻都可以 帶大家去看看 多龍有招最特別的技能就是這招龍戰 這招龍戰只有他才有 就是可以給多龍進行兩次攻擊 如果有兩隻精靈就會割對方進行一次攻擊 一支箭就50 如果打單打就已經是100攻了 100攻是龍技 而且打兩次破一血巾 破一血巾 但如果雙打的話 就會對每隻精靈射兩支箭 對,射一支箭 例如對面兩隻 每隻精靈射一支 就不會射兩支 雙打閘應該不會多人用龍戰 但單打應該多人用 單打應該多人用 最常見多龍的配法是怎樣呢 物攻 龍戰 急速折返 潛靈奇閘 還有噴射火焰 噴射火焰 為什麼呢? 因為三招物攻一招特攻 因為那招噴射火焰用來打鋼和草鋼這些繁膠重 所以要配一招噴射火焰 而且就算他沒有什麼特攻 他攻擊比較高 特攻也有100 不會真的差太遠 所以配招噴射火焰都可以接受 正常的 而這招鬼技可以說是不太好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還沒有極巨化 他就會第一回合消失 第二回合攻擊 雖然這一刻可以破到對方防 但如果讓對方知道你有這招技 那你下一次就很難 即是有機會被人讀到你做些什麼 這裏有點危險 所以通常就會極巨化 極巨化洗掉那個 不要要這招潛行 直至變成極巨幽 好 其中一個配法 物攻當然就是這樣 輸出手所有都是這樣 OK 再加上爽浪等等 213速度 基本上對方不是圍根 都一定慢得過你 圍根的話你自己要知道 一快得過你的話 已經是圍根 除非是極巨飛完之後 好 看看特攻方面 特攻方面都很突出 有噴石火焰 有衝浪 十萬伏特 還有暗影球 龍之波動 滾水 日光速 還有沒有呢 禍不丹痕 說這些特攻都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為什麼多龍可以玩這麼多變化呢 就是這個原因 多龍我認為他可以玩三至四種 一種就是物攻 第二種就是特攻 第三種是變化蟲 變化蟲都可以玩到的 第四種可能就是雙刀 這些真是很講求大家的要求 或者是想用哪一種類型 然後用膽燒或者爽浪 但是我自己就會用這個 這個什麼 哪裡 看看 急噪 天真 我好像有用天真 天真 就是加速減突火 為什麼這樣配 因為我其實不想減攻擊 如果你用爽浪 你就知道 爽浪就會減到十二點特攻 這十二點特攻可能會影響你殺不到草降 不過我實際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所以盡量我都會用爽浪 不想用膽燒或者爽浪 剛才不是說錯了 天真 我用天真 除非真的你完全不配火技 完全單是一種特攻或者物攻 才用爽浪或者膽燒 否則我還是會用天真 再配焦噴射火焰 用來騙人 OK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這是最後一隻龍系 都差不多了 其他不說的不代表是差的 可能是未開發 或者是有人玩 我不知道 OK 暫時就先到這裡 下次看有什麼龍系再介紹給大家 或者是... 講解一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未訂閱的話 按訂閱未來有更多劍盾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我們下次見